今天我们一家人去走亲戚参加表弟的升学宴 健哥有三个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 我呢是五个表哥一个表姐 柠檬你呢 我两个表哥一个表姐 这次是去二舅家健哥最小的表弟 该去上大学了 老妈在这里准备红包呢 走 吃了就来家吃好吃的 馋嘴 爷爷今天高兴多喝点 多喝点 柠檬 我多喝点行吗 不行 那爷爷喝你别喝了 妈就拿两样东西不拿点了别的 咱妈回娘家怎么跟你一样呢你看 舍不得拿东西 她妈拿着红包大呀 哦也对哈 哦对了那个前面路还修着呢 你还得走咱以前那个村里 那不是有个口吗 哪有口 哎哎是是 这样好了就不用我走弟弟了 这边路也不好走 哎你看这旁边的玉米都熟了过两天去咱大地 大舅家的地里都玉米吧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天也够热的啊 定了 就 你看今天热不热呢 我哪喝不热呢 哎 这就是我表弟啊 也是一表年才 有找对象的吧 你别弄人家才多大 老妈拿钱的 我们家来的太晚了 你看来到就去吃饭 就像我们赶的饭点来的似的 就是嘛 现在去表哥饭店吃饭 哇今天又是满园了吗 这么多人 贾哥你怎么会呢 又给小孩一顿不去喝酒的那一顿了 哈哈哈 哎呀什么大鱼 一顿香 哎呀这这这这菜都放不开了 你看看这么多 你上大学 就可高兴了 安排的又抽好烟又吃好菜 又喝好酒 又喝好酒 来前面不喝酒 哎呀又又来了 前面不开了放这边 还有还有啊 啊 干嘛呢牛蒙 你点菜 别没出息了啊 丢人 那你不是不喝吗 不是果然 可他那是高兴我喝点了啊 你看我没这些 姑姥姥 哎呀我姥姥他们都喝酒了 我给爸爸 好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牛蒙 客气 牛蒙倒酒是好样的 从两岁就开始倒酒 憲哥咱妈会喝酒吗 没见过他喝酒啊 哈哈 看看这个菜 哎呦 这个叫豆角 在我们家叫董哥的 我一下天都在吃这个东西 看着就很怕 少喝点 这咱姥姥喝点 你也少吃点 我比我爸爸多吃点 哎呀你也是会说 汤酥鱼好吃吗 好吃 健哥吃东西可有一套了 他自己想吃吧 他就打着闺女的旗号给闺女 闺女不吃全都塞到他嘴里了 谁说了 怎么 真不吃假不吃 你看塞你嘴里了吧 看着一俩真没熟悉 特别是这个大个的 在家干活不勤快啊 吃饭的时候可勤快了 你看在这拆了个鸡呢 嘿嘿你看他还挺享受 菜走着呢 拆了你吗 还要 来来来这碗套给你了 小表弟来倒酒了哈 我倒一倒就行 哎呦 哎呦 我弄得起 也大了哈 现在还不如姥姥她们酒量好呢 你上学的时候有那么热闹吗 没有 那时候这些小不点还都没有呢 当然也没有你 一边去问你 妈妈等我上学的时候也要都能了 行 行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了 拜拜